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健康国辉的心理咨询师 用专业的心理帮助重塑囚犯的人格 我在寻找一个切入的一个关键点 面对让黑暗吞噬的灵魂 他们在捍卫法律尊严的同时 怎样传递社会的温度 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 为满月母亲气他而去 为什么要死我 四十年后他任夫做母 经历孤苦收获美满 他却亲手扼杀 灰刀残杀 未能将灰恨泄尽 高墙内救赎 一步步填补心伤 欢迎收看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之 谁来当我妈 眼前的这个女人叫孙丽萍 2013年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为什么生命不养我 不懂我 他这般激动 精进是为谁 我是不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多余的人 不应该活了 对不对 我想要一个假 我想要人疼我 我错了吗 谁能帮帮我 谁能帮帮我 为什么要杀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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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那么大一粗 他杀了这个被害者 就是一个 就像说是算命的 孙丽萍杀害的是 一位算命先生 可他为何 会对那位生他 不养他的人 满怀愤恨 事情还得从孙丽萍 出生一个月时说起 他没有满月 他母亲就走了 就是等于是抛 抛卸了他 我家我大姐 生我大外国的时候 我吃下去 我跟他吃奶 吃你大姐的奶 对 因为我没吃过奶 孙丽萍说 究竟母亲 为什么要扔下它 对她来说 至今都是一个谜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或者是我到底多大年龄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做错了什么 既然出生在哪个家庭 是我不能选择的 但是就是 我也没说淘气到 就是让家人烦的 怎么怎么样 我有的时候 我也想不通 所以说 我就是死了算了 基本上说是 在出生的新生儿 这个 就是说零到三岁期间 是跟父母建立那种安全感 亲密感 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那么在可以说 可以想象得见 这一段 这一段时间 应该对她的人格 还有对她今后 整个这个人格 性格呀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袁志敏是吉林省女子监狱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主人 也是孙丽萍在狱中的心理咨询师 提到她父亲的时候 她是咬牙切齿的 咬牙切齿当时能感受到 她内心的那种 内在的那种愤怒 到现在还有 而且还是那么强烈 我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身上每一块的伤痕 基本上都是我父亲造成的 我总是遍地连伤 没有说的 没有说我这块伤好了 以后再造成 就这块伤刚要好的时候 那块伤又来了 就是这样 每天都当 那个疼 是一般女孩都承受不了 我记得那时候实行那种 就是尼龙的 全尼龙直的那种小半截秀 我脱不下来 在那嘎巴多刮 把那衣服都刮 那丝拉挺好长的 尼龙的吗 突不下来 你看我96就喝过耗了药 我就想死 我就 我就总说自己 就孙丽萍你活到多大 你也就这样了 每天 不管你对错 你都是挨打 你也就这样了 你没啥意思了 再次回忆起那些惨痛的童年经历 孙丽萍 依旧是泪流不止 当记忆中一些不堪回首的混合着血水和泪水的场景 画面闪过脑海时 他甚至要闭上眼睛 做短暂的平息后才能继续 然后 更可怕更可怕的事 就是 家里没人的时候 他是我的生日父亲 他把我衣服 就把我的衣服 他的印象之中 他父亲是已经就是全部都脱光了 我就挣了命 这些人想起我都害怕 实行全人的力气 人家全人的力气 我实行 那个人我就心我一下 挣出去 创到那个 就死了最后 我实行全人的力气这么好 我不敢回家 从这件事之后 他特别怕晚上回家睡觉 那时候还小 回家一定会把门去 像柜子之类的去倚着门 他把自己蜷缩在那个 炕的最里面 盖着被子 特别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晚上 孙丽萍说 从小到大 他没有一个朋友 当满肚子的委屈无处诉说时 他能做的就是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冲着天空大声呼喊 都就问老天爷 我为啥 为啥让我出生 为啥 让我活得这么苦 有话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因为也没人听听你说 一般情况下我不跟谁闹 闹要是说提到我过去 我说你换下一话题 我没法说 人家说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童年 我过去怎么怎么样 这我谈不了 人家是笑我是哭 人家有孩子 闹了孩子 人家有父母 闹了父母 我呢 自己的父亲那样 妈这么多年 回家回来的没感情 孙丽萍十九岁那年 离家十九年的母亲 突然回来了 在母亲回来之前 孙丽萍有无数个疑问 无尽的委屈 要问要说 但见到妈妈后 她一句话都没有 你恨你妈妈吗 十九年没有保护过你 能不提这个事 我没有吗 没有 但是我现在我想问问她 当初咋想 生完我不管 你咋想的 就是你在哪 你应该 你起码应该 管过我 为我打听打听 那也是对我 我也不知现在能这样 单亲家庭的孩子很多 但我跟别人根本不一样 我从我即使接受的东西 暴力 骂人 没有说 温暖 怎么样 这些到时候都没有 我就自己觉得难受 孙丽萍自己也说不清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 将她的心死死封锁起来的 在她看来 她的世界里没有亲人 唯一能给她温暖的 就是现在的老公 这个是她的谱 孙丽萍 她上面的照片是谁 是她现在的丈夫和孩子 登记 上一次见的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上中午 孙丽萍有过三次婚姻 现在 每月来监狱探望她的 是她的第三任老公 我管她叫妈妈 你管她叫妈 对 一个女人能管一个男人叫妈妈 很像是她给我的爱 不管是说丈夫对妻子 如果她在外边回来了 妈妈就在那儿 假装这些心可不得劲 心妈妈 全部看着 可想 可想 知道 帮我的亲口 宝贝想我了 想想妈妈嘎了 对 说 想亲亲了 然后该嘎嘎 做饭 洗衣服 从来不用我 就是去我老婆婆家 告诉我老婆婆 妈呀 别找我宝贝干活 别让她说话啥的 她那风时 胳膊腿都不好使 看拽了 那地头是扑的 是什么 被花拽她 那身体还重拽下 怪难 我心脏还不好 那她说 我啥时候用过她呀 都这样 提前告诉一声 在几天的采访中 孙丽萍大都是以泪洗面 唯有谈起她的小妈妈时 孙丽萍的嘴角才流露出了一丝甜蜜的笑容 但是再甜蜜的现在 似乎也无法掩盖她悲惨的童年 有一天我也是喝点酒 就想起了过去的一些 所有所有的种种 从我及时走过来这些路程 这些 我受过的这些东西 我就跟她来说 我说小妈妈 我说你 我比不了 你外孙都那么大了 你两个女儿 小女儿这么简 我说你将来幸福 你有福 我不一样 我说就是说要是说比一说养平心 人家肯定是养亲嘛 养能养我吗 原来在跟孙丽萍结婚之前 她的老公就有过一段婚姻 而且有两个女儿 如今 大她三岁的老公已经做了外公 有了外孙 每每看到他们一家人 尽享天伦之乐时 孙丽萍都暗自伤心 因为她从早年留掉过一对双胞胎后 至今她都没能再生育 我说到现在一个女人 我都没做成 自己都没有个孩子 将来我怎么 老了怎么办 然后想起这件事 坐着床 打自己嘴巴 她也拉不住我 打就打 打 不让我打了 我够不着 我头长的 我拼你头外长 好 折磨 把自己折磨的 遍体连伤的 哼的都要疼 你要是放松些了 刚满月时 母亲其他而去 整个童年 在父亲的暴打与羞辱中度过 家中虽然兄妹四人 但目睹她被暴打 大哥姐姐从来没有帮劝过 至今感情淡薄 十四岁起 外出打工 之后历经两段婚姻 妻下无儿无女 孙丽萍泪流满面的 跟我们讲述了她的前半生 她说 这些年来 她一直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认识了第三任老公后 她才有了家的感觉 才决心要拿出所有的积蓄 来买套房子 我买个大一点的 起码的三十一厅吧 然后后来认识了这个 她是买房 然后看风水 算命 孙丽萍说她没有上过学 而且从小就迷信 当时找到张某 为的是请她给看看风水 买套合适的房子 让自己的后半生踏实下来 但没成想 就是因为认识了这个人 才招来了25年的牢狱之灾 她头一次我去是要了50块钱 要了50块钱 我就给她50块钱 给她50块钱 然后她说 你跟你家那属性不合 你跟你家那属性不合 你俩在一起将来得出大事 你还有病 我说那咋整呢 不我迷信吗 那咋整呢 这样吧 我给你制着 她就给我一 就是烧一个东西 用一个碗 给我喝了 但是那种我就 她让我脸从墙 我根本瞅不着她干啥 喝完那碗 我就啥也不知道 在这个过程之中 她被强暴了 我行在床上 扣扣还没记忆 阴谋得逞后 张某并没有善罢甘休 频繁地以各种理由 约见孙丽萍 然后对方还告诉她 如果你要是不从我 你要是不同意 那么我就会用什么什么办法 那意思就是 我只要下个咒 就是我下个服 我就可以让这个丈夫 怎么怎么样 然后她是说 她的表示是自己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然后就屈从了 屈从了大概是 好像是两人 也就是三两个月的时间 她就提出来 不想再来往 2013年4月22日 孙丽萍想彻底结束 两人的关系 在张某的长租屋 与其发生了争吵 我说我好处逮说你不听 我说你这不逼我 我说你逼我死你吗 我说你还想咋的 我都退一步 我脱马上下屋 我就用三道符 我就让你家人走东西 我就怕了 我特别特别怕 因为我迷信嘛 很害怕这个丈夫再出一外 过够了血泪交织的日子 面对这样一份爱情 孙丽萍倍感珍惜 当听到有人要将她毁灭时 她变得歇斯底里 我说你要这样 我说你心里能整顺你 她家那个吧 脸就脸之咖就有个碗架的 碗架上面有个刀架 我这一抓就把菜刀抓了 你还能杀人 你还敢杀人 咔就给我嘴巴的 我说你再打一下 我打你打刚刚举手 我刀下去了 就是发狂了 就是咔 就是咔 是杰林省女子监狱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 院志敏院主任 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心理专家是杨孟驰 杨老师 你好 听孙丽萍在说她杀人 这个事情的时候 您觉得她在下刀的那一瞬间 真的让她愤怒的 让她无法自持的是什么 因为她感受到 她最珍视的东西 马上要被剥夺 要失去了 这是她不能够面对 不能够允许的 像是就是为了保护 捍卫自己的家 对 我要保护捍卫我 好不容易我才得到的幸福 张某对她的威胁 恰恰也是威胁到了 她的一个死穴 对 刚才院主说了 孙丽萍的一个死穴和失控 他们觉得她的死穴 其实就在于她的这个家庭 她的人生活到现在 一根救命稻草 她最真实的 杨老师 您觉得这就是她的一个死穴吗 我觉得目前 她这第三段婚姻 集中了 她自己从小缺少的父爱 母爱和爱情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亲情 爱情 都集合在她目前这第三段婚姻里了 对她这个苦命的女人来说 这第三段婚姻 是她重新回到幸福和常态生活的 唯一一种可能性 现在张某要给她掐断的 就是她觉得生活的唯一一丝亮色 她的这个需求 主要是对爱的一种需求 对 那么包括是她对她丈夫是 叫小妈妈也好 或者在咨询当中 对咨询师 对我也有一部分 有的时候也有疑情 她也叫你妈妈 叫我小妈妈 她自己这么 对 关我叫妈妈 那你会答应吗 我答应啊 就是说在对她这个 包括说我在对她进行催眠治疗的时候 这种催眠状态下 她叫的这个 我是会给她回应的 有的时候说这种情感的依赖 对她是一种治疗 随着直到雨走 放松 2015年9月15日 渊志敏把孙丽萍带到音乐治疗室 进行放松催眠 放松 听这音乐 然后在这个音乐声中 你可以随意的去唱 你想唱的歌呢 在草原上 找个地方去打工 走到台湾走 踩一把香花转到手里 离开家乡的河娘 北极星能走远方 枯树寒冬多保重 大公路上四四几床 睡觉在湿南儿寒 顶天里的摇尖乡 不负着爹娘 羊羽怨 要干就要干出个羊 多流汗水莫流泪 遇见过那么忧伤 风里雨里莫言哭啊 再哭再厉自己扛 等到咱窗也成功时啊 再风风光光回家乡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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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的真的很好听 在草地上走着 在街边上走 草地走着 街边走着 然后唱着这首歌 现在自己感觉是不是 胸口也感觉康康很多 在进入治疗室之前 孙丽萍情绪低落 略显悲伤 但在高唱了一曲之后 整个人逐渐放松了下来 我要高声歌唱 我要自己快乐起来 快乐起来 再接着唱 但当她情不自禁地 唱起这首歌后 又立刻陷入了深深的哀伤 既然间饭才多吃几口 出门在外没有毛的小米粥 一会看看脸 一会又摸摸手 一会又把祝福的花 装进耳朵的灯 如今要到了 离开家的时候 才理解而行 千里牡丹游 千里路啊 我还一步步没走 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 妈妈眼里流 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 妈妈眼里流 唱歌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很好 感觉内心很舒展 不着急 不着急 慢慢来 不着急 我们不能情谊放下自己的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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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互起勇气 嗯 谢谢 嗯 我 eerste现在他们都给我爱 虽然我觉得很晚 但是我也很自信 嗯 在有一分之年能得到我 嗯 我就得到别人的关系 我就认为自己是个孤儿 是因为他们没做好 是因为父母 父母没有做好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这不是你的错 出生也不是你的错 你的出生 对你爸妈来说是他们的礼物 是他们没懂得珍惜这个礼物而已 亲人妈妈是孙丽萍在放松催眠 以及整个咨询过程中 频繁提及又极易被触动的字眼 她究竟生长生活于一个 怎样的家庭氛围之中 如今深陷狱中的她 再次见到母亲会情何以堪 为了观察孙丽萍跟家人的互动模式 同时彻底打开她的心扉 2015年9月20日 玉芳安排了一次特殊的会见 心怀怨恨却又极力压抑 万分渴求却又百般隐藏 心理救赎让错位的情感步步归位 欢迎收看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之 谁来当我妈正在播出 孙丽萍没有想到 这些人会一起来看她 我问问你,二年你干嘛? 我问问你,二年你干嘛? 你都不问我,看着我,你哪去了,出国了,生死关头,你都不看你妹的,你咋想,二年多,都不来看你了,这是宝家打电话,我在这里来找我,那你也应该来问问呢。 让我们意外的是,一直对母亲心存怨恨的孙丽萍,见到母亲来看她,突然跪倒在地。 你们苦了,今天能拉着你们的手,政府给我多大的拿,你想想,咱们在家的时候,成天见面,见了面不是抄手就喊。 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咋跟你们说,不管你们谁喊,谁抄手,我心都嘚,都害怕,往往就想离开那个地方,离开你们所有人才好。 实际上咱们家人,就说话大嗓门,就是通通不这样的,不知道吗? 不然啊,谁会不管你,谁会说谁不得你,就你们这老妹,谁会不管你,你怎么想要那么多咋。 我一般说你这个不对,那也不对,谁不对,妈不对。 我没说你不对啊。 对呀,我应可感。 我没说你不对,我没说你不对,真的,我没说你不对,老太太,我没说你不对。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这样,所以我怨我自己,思维太简单了,就是。 不是,有这个信念了吗?咱们一定能回家,知道吗? 是,还有一分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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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太富有了,有这么多情人,太富有了,太幸福了。 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他们政府都有证的,吃了就来着啊,就是。 我听话啊,在里面一定要听政府话,知道吗?咱们争取早点福利。 那个风和小时候经常会被她爸爸打电话,这件事情的结果吗? 我爸就这样。 那二姐也接过是吧? 是。 然后,那个,就是,打得她很凶吗? 嗯,对我们谁都一样。 就是,脾气不好的那样。 狠着是狠着。 但是,毕竟我们是,也把我们太大了。 我父亲也比较像,我们太多了。 但是,对她心里的话是有,肯定会有一定理想。 因为会见时间有限, 与方让孙丽萍的亲人退出了会见室。 单独留下了她的母亲。 孙丽萍, 之前心里边, 对妈妈有那么多的不解, 甚至对妈妈还有怨。 因为妈妈, 怨呢,恨呢, 疑问呢,太多了。 现在, 哎。 但现在, 能体验到, 你妈妈当年是什么样吗? 能体验, 能体验到吗? 时间太短, 不短, 我一定要从头问问, 当初发生了什么, 能抛弃我, 不管我。 但是现在, 就像, 就像政府告诉我一样, 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你爸离开回, 要走上车的时候, 就你个人改地验的, 怎么伤都不行, 我确定就回过去了。 那么大吗? 我很大姐。 那么大了吗? 不是你, 就你爸。 我怎么伤, 我家跟他在, 把我领他过一过, 心里痛, 说, 你要了, 完了也不要干。 说啥也不能。 就是您发明, 最想带走的就是他, 但是他负责。 他一个孩也不给我。 是这样的? 我没办法。 那我可能是对您, 就是误解的太难了。 我就跟他说。 那现在你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了吧? 不是妈没有抛弃。 我一下就轰过去。 不是他要扔下你。 那这么多年, 是我不理解你老人家的苦衷, 是我不对。 我这做女儿太不称职了。 现在还要你跟着这么着急上火, 又不能尽孝。 孙女平, 现在我打断你一下。 你能重新再去感受一下, 站在妈妈的立场? 重新, 你不知道事实, 你妈妈跟你说了。 嗯。 跟你说了, 弥补了你当时这些未知的一些答案。 对吧? 我现在被领导走。 你还有什么疑问? 挑几个主要的, 然后跟妈妈好好沟通一下。 我咋的来说。 我现在唯一的疑问就是, 你能能好好回家等我。 能。 喝出来, 我这十年, 二十年, 我一个不死, 咋的也不死。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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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等我。 等我回去, 我尽个能力, 做一个笑容。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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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一哭就翻了, 一哭就翻了。 是我不理解你, 是我错了。 妈, 你一定要好好等我, 行吗? 我等我。 你欠我两碗, 你补给我。 真的, 我真的。 我等我。 你不要等我。 我也不死, 我也不死。 真的是感觉到, 院主人是, 他们是用心良苦, 用了很多办法, 走进孙丽萍的内心。 比如说, 让她宣泄, 然后让她听音乐, 最后让她安排跟家里人的会面。 我觉得一步一步, 其实能够感受到, 有些事就是把她那个创伤在那儿, 修复。 打开, 对不对? 然后重新修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像你说创伤的累加。 所以你每一次的这样一个刺激, 其实她都会, 情绪会反映非常的强烈。 强烈到有没有, 有没有时候你们自己都觉得有点, 也受那种情绪的感染。 你现在对我看的眼里有泪花。 因为整个这个过程是, 一直是在跟着。 而且就是说这种咨询目标, 这也是咨询目标一个大的目标。 就是这种亲密关系, 亲情链的一种修复。 那么就是, 她直接的跟她家人, 妈妈, 哥哥, 姐姐, 还有丈夫之间, 这种正常的这种关系, 进行一种链接和一种修复。 对面, 说到妈妈, 其实她以前当然对父亲是一种恨, 但对妈妈她其实有复杂的感情, 就是被抛弃感。 她一直在喊, 我是个多余的人, 我为什么来到这些世界上, 你生我为什么不养我, 不管我。 这是她心里一直的一个问号, 对母亲的一个大问号。 那么通过你们这次安排的见面, 实际上是把她这个疑问给打消了。 因为首先我觉得, 第一个是她对父亲的那种恨, 那种是错综交织的那种恨, 那是很深的。 还有一个就是, 对于母亲带给她这种创伤。 能有时候是出生的话, 一个多月母亲就走了。 那么在后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一个事实, 我妈把我扔下, 我妈不要我了。 但为什么不要我? 我究竟哪不好? 在她的内心当中, 就是肯定我不好, 我妈不要我了。 然后内心她又对母爱有强烈的渴求。 就像人从小, 我是需要喝奶长大的, 但我一直没喝过奶。 在她内心来说, 那是一种趋势。 后天她是怎么样, 她都要补, 要尝一尝的。 对。 那么对她妈妈这种爱也是一样, 包括说管她的丈夫叫小妈妈什么的, 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 她的这种疑情是在给自己补。 从丈夫也好, 是从咨询师也好, 或者从周围其他的人那种疑情。 因为根据她这种心理的这种表现, 我们也担心, 在以后改造当中, 因为说是在孕内会有一种, 一种特殊的情境下, 会出现一种假性的这种同性恋的关系。 我们害怕会有这样的一种移情过来。 对。 所以说, 我就考虑到这个说, 最根本的根在哪儿, 我们就从根上去修补。 那么有可能就是必须要修复, 她跟母亲之间正向归位。 对。 那么这种正向归位, 对她来说, 才是一种孜孜不倦的这种激仰。 那么她自己会慢慢的, 她的内心得到修复, 她才能达到真正的成长。 你怎么看, 杨老师? 我觉得院主任她们做的很棒。 其实我们也能感觉, 除了跟妈妈这个见面, 除了一个恢复链接以外, 她们也做了很多让她宣泄, 是吧, 释放。 我感觉这个女人内心, 那样一种仇恨情绪, 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对于孙丽萍来说, 单纯宣泄对她来说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以前也做过其他的犯人, 她是一直是特别内向和压抑的。 要让她宣泄很困难, 那让她宣泄很重要。 因为宣泄以后, 我们再去扭转她认知就容易。 但是对于她容易宣泄的人,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有一个半陪, 长期半陪支持, 半陪她成长。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 这个孙丽萍像一个很小的小女孩。 对。 所以其实我们干净有一个长期的任务, 要半陪她成长。 中间可能她会有很多的情绪的宣泄, 情绪的爆发。 但是这爆发本身并不能解决成长的问题。 对。 这个我们咨询时间是有设定的。 按照设定,按照设置, 规范设置, 来跟她定期会见。 还有一个就是, 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小组, 类似的情绪冲动控制障碍的。 有这种创伤性的障碍。 这种创伤从小就比较重的这种个案, 构成一个小组, 定期做一个小组的辅导。 然后让这些成员之间正能量, 或者积极的经验互相分享。 有一个互相影响, 到时候有个互相提醒和监督。 我们真的希望, 因为你们对她的专业的介入, 专业的帮扶, 让她能够成长起来, 成为一个成年人, 和她的生理年龄, 自然年龄吻合的这样一个心智, 去面对她的过往, 面对她的现在。 我们也期待, 我想, 因为我们心理访谈, 并是个心理节目, 有时候时间越长, 越能看出真相和问题的实质。 比如说我们五年, 甚至十年以后, 我们能看到在监狱里的孙女品, 会有什么样的蜕变, 好吗? 好的。 让我和阿果去探望。 好, 然后也感谢我们央视说能,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社会对我们监狱工作者有所了解。 对对对。 对我们域内的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有所了解, 真的说是非常非常感谢, 能让社会认识我们。 对, 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意义所在。 好, 谢谢你啊, 谢谢杨老师。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再见。 十几年如一日的盼望父亲出狱, 却为何在父亲出狱前夕, 让自己身陷淋雨? 非常狠。 她刚刚获得减刑, 却为何又在即将出狱之际企图自杀? 不想活。 迟到了近二十年的父女相会, 带给她们的将是怎样的心灵救赎? 欢迎收看心理访谈系列节目, 高墙内的心灵救赎之, 父亲出狱, 我入狱。